咱俩结婚的彩礼 我问完要回来了 一分钱我也不会占你的便宜 真 真要离婚 赶紧的 别耽误我时间 哎 要不然你怎么再考虑考虑 这些那么大的事 你都这样了 别连累我行吗 东西我给你收拾好了 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 以后没事就别来了 行 王云 我告诉你 我有的是兄弟 我有的是朋友 我想多山再起 我分分钟的事 我 大哥 哥 居然 七年的感情 这么久 哥 给我一周时间 我一定把钱给你 哥 我 张哥 你找我 小鹏 你看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哥 你吃不上饭过来找我 兄弟义不容辞 可是 这借钱啊 太不方便了 哎 要不然 你公司有没有什么合适我的职位 我可以在这干 张哥 我这地方太小了 龙不下你这儿跟大福 我 我工作这么多年 我有人脉 我有经验 我有人脉 我有经验 我 报表策划 你知道怎么弄吗 后期文案 你知道怎么写吗 我 我可以学啊 张哥 你就别为难我了 好吧 张哥 我看你那朋友 啊 跟他也不熟 我这 有的是朋友 哎 李哥 我 小赵 我公司 喂 我还就不信了 我还就 哎 平哥 我 哇 小赵 你看你 喂 喂 哎 哥 我最近手头有点挤 你看 方不方便给我借 啊 到现在我才知道 人要是没了钱呀 什么都留不下 以前我觉得自己 干什么都能行 现在看看 都是个笑话 哎 大哥 谁还没个落伙的时候了 再说了 暂时处几没关系 以后不管咋走 都是向上了 哎 哎 密码是你生的 这 这 这是 先把欠人家钱还了 咱们答应别人的 又做到 这么多年 我以为自己有很多朋友 没想到 拉我一把的人是你 谢谢 哎 你可不可以感谢我啊 这 就是扫帐给你的 不可能 他 他把我行李都给我扔出来了 我把房子给卖了 谁让你帮我和他了 我 你 你把房子卖了 伯妹 欠的钱咋办吗 那离婚 我没签 如果不把你逼到绝境 你能认清自己吗 你看看你那些酒肉朋友 把你哄得狂妄自大 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了 对不起 我 收回去 我能享受好的 就能承担坏的 人这一辈子 起起伏伏很正常 只要你能认清自己 大不了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嘛 再说了 你还有我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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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